前方高能预警 高能预警 由甄嬛传原班人马打造的大型古装历史剧 《芈月传》 《中路上》 自从甄嬛传走后 近身上一直十分的寂寞 哼 想当年老娘靠着甄嬛传里牛逼的职场技能 一路过关斩将 从一面无耻的富二代成为了纯洁的打工妹 哼 老娘等了四年 就因为这个一直没升到暴节不相组长啊 在之前的预告片中 我们看到的敏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结果一开场 敏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你是汪汪汪叫的小野狗 这剧组还是人吗 简直是神啊 敏玥还是个小孩啊 我跟个小孩都学到谋线啊 敏玥自己的部门看起来虽得不行 部门经理狙击居然从盛气凌人的华菲 变成为了受气女人 而且敏玥的之处上只喜喜 姑姑那叫一个善良单纯人畜无害 岁月静好啊 每天眨着单纯的大眼睛问着 这是谁要害我 宫里看来看去就那么一个脸上 写着两个大字坏人的女人 自己不会看啊 敏玥自带女主关怀 齿承后宫才四岁开始 就呼风唤雨 力往狂澜了 硬生生凭借一己之力 在大boss面前出尽风头 不仅自己从无名小族变成大红人 她还懂得把自己的部门 从颓势拉上来 姑姑你去看看我娘亲吧 给自己打造真正的实力背景 锦西姑姑升职加薪 响应国家二胎政策 楚王再次喜当天 有了她 看起来部门今后就能吃上铁饭碗了 只要企业不倒 至少分得一个子公司啊 敏玥孩子楚王 有了大老虎小老虎这样 羡煞旁人的泥称呢 大老虎舒服吗 有小老虎敲背 大老虎太舒服了 两个人成为了 可以互摸屁股的交情 前程一片大好啊 but 又一次燃病软 都是让诸门搞奸病去了 敏玥部门的大领导楚后 早看敏玥部门不顺眼 立马就把敏玥的领导 紧细姑姑整下马了 还找个很吓人的男人 把她给黑黑黑了 好狠毒的董事长 夫人间人事总监啊 居然把人家烂语生存的 职业技能 直接给收缴了 这相当于我干保健的 没有了拖把 太可怕了 以后怎么再红字混了 就讲 在敏玥日日盼着 靠山大boss归来的时候 敏玥学会了一身 上树下核的本事 还叫嚣着 公主为什么就不能上树 死海以为是在看环珠格格呢 所以说 看你得色吧 小剑不成熟 怎能随意出风头呢 以为有了大包子当靠山 就高震无忧了哈 这是初入职场 不知江湖险啊 好险啊 幸会上次我们董事长 对我消费 我给灯回去了 想看敏玥她妈 锦西失去了业务能力后 还能不能重回岗位的 请看下集 最后 让我们在国民著名 民歌女高音歌唱家 陈诗诗老司的带领下 共同畅想 《芈月传》主题曲 满月